马克带着小米慌忙地跑出自住餐厅 小米以为他俩设了霸王餐 没想到马克早就偷偷结了账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马克和小米正在愉快地 享受度假时光 小米无意中发现 马克的脚受伤 一向见不得别人受伤的小米 立马拿着药箱 去马克的房间替他包扎 顺便还说起自己之前 在警局碰见的小女孩 自己也是这么帮他的 这让马克想起了自己的女儿 在外面玩了好几天的她 放心不下家里的孩子们 谁能想到 马克和小米说的那个女孩 就是玛丽 两个人的缘分真是不浅 感慨完以后的小米 刚想调皮一下 没想到就犯了大错 他拿起桌上的泡面 一不小心就撒在了马克的相机上 小米一下子手忙脚乱 就算他和大叔两人关系再好 那也得赔偿呀 想到自己卡里仅剩一万的余额 王小米追悔莫及 没想到马克宽宏大量 说只要王小米请他吃顿饭就好 王小米一下乐了 一顿饭能吃多少钱 于是两人愉快地去自助餐厅约饭 吃饭的时候 马克忍不住好奇询问 王小米有没有男朋友 王小米调侃 他是不是对自己有意思 马克也没想到他能这么自恋 就说是单纯好奇 小米说没有男朋友 如果马克能给介绍一个也可以 马克说自己是老师 这让小米更加来劲 说最好是年轻力壮的体育老师 这种类型的他最喜欢 这不正撞枪口上了吗 马克离年轻还差一截 其他条件都符合 两人吃完饭 小米准备结账的时候 一看账单那么贵 一个人要四百多 旁边的马克又怂恿自己逃单 于是两人狼狈地从餐厅里跑出来 小米瞬间觉得良心过意不去 没想到这时候马克告诉自己 他早已经偷偷买了单 看着眼前这个成熟又绅士的男人 小米再次对他好感被增 从小没有感受过父爱的小米 对马克越发刮目相看 于是两个人在三亚越来越熟 两个人互相给对方拍照 一起在沙滩上玩 也跟对方提起自己家里发生的事情 马克说打算回家了 因为放心不下家里的儿子和女儿 可小米还想再玩一段时间 只不过马克要回家的理由打动了他 让他觉得马克真是铁汉柔情 不像自己那个复兴的前男友 原来世界上还是有好男人在的 正在两个人感慨的时候 小米突然肚子疼 原来是之前吃自助餐吃得太多 马克赶紧把他送去了医院 可小米没想到 他再次去找马克的时候 马克已经不辞而别 踏上回北京的路了 其实玛丽和玛瑙住在奶奶家这段时间 越来越想爸爸妈妈 看着一双可爱的儿女 他们两个人心里都不是滋味 但是开工没有回头见 他俩已经是前夫和前妻的关系了 之后剧情会如何发展呢 请继续关注我的体育老师